已經過了用餐十段 餐廳依舊作物虛席 大年初又回娘家 不少人選擇帶著家人來外頭吃好料 很有名 網路上超有名的 他們付錢 我們吃 台中必比登推薦餐廳新院 台菜結合咖啡 業者旗下三間店過年期間早已全客滿 從過年前兩個月就有很多客人來做預約 那也是有很多從外地 像台北或者是高雄要回娘家的客人 都在初二的時候回到台中 然後選擇我們新院 有一家22人直接包下餐廳的辦廠 他們分別是從各地來到台中团聚吃飯 古香 冰冬 台南 新店 我去年就訂了 上次小小的品嘗一下 最是好吃 所以才推薦給大家 店家主打台菜料理 有鮮甜的清蒸鮮魚 跟荷葉清香的糯米雞 一桌菜很適合過年過節 這是很菇早味的啊 菇早味 對啊對啊 我們阿嬤的時候都會煮這一道菜 天氣冷再喝下一碗鹹菜 豬肚湯 暖暖身子 客人大讚像是家的味道 有一種回娘家吃飯的FU 另外同樣是必比登在台中新設的菇神 也一樣不提早預訂吃不到 不少外地的遊客慕名而來 常常米其林推薦也順便規劃到山區走走 用餐煎豐時段店內五百個座位 全部都坐滿 當年初二上午十一點半 就已經快要忙不過來 也不難看出過年期間大家想要吃好料 都早早做好功課提前預訂好了 TVB 新聞陳宏妮 李蔡英台 中小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